全油管最快新闻,神舟16号航天园乘组即将返回东风着陆厂。 10月27日,着陆厂区组织了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,并准备就绪,静候神舟回家。 此次返回任务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,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完成,搜救力量也已展开。 神舟16号将安全降落在东风着陆厂,为我国航天事业再创辉煌。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,获取最新动态。 神舟16号的返回任务即将展开,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。 通过最后一次演练,着陆厂区组织了全面的准备工作。 成组返回后,将在东风着陆厂安全着陆。 这次任务的顺利完成将进一步巩固中国航天的发展地位。 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个关键时刻的发展,为神舟的回归加油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